破山寺后禅院 清晨入古寺 初日照高林 取静通幽处 禅房花木深 山光月鸟姓 谈隐空人心 万赖此皆祭 为文中庆音 清晨我信部来到破山寺 朝阳映照住高高的树林 曲折山道通向幽静处所 禅房深藏之处花卉缤纷 山光秀丽一乐群鸟性情 碧潭阴影镜化人的心灵 自然界的声音全然消失 只听到寺里的中庆声音 平息 诗的主旨在赞美后 禅院景色的幽静 折发寂情山水的胸怀 常见清晨登场熟现的破山 入破山寺及幸福寺 在旭日出生 光照山林的景色中 表露里赞佛寺之情 然后走到幽静的后院 面对美妙的佳境 忘情的欣赏 寄托自己顿世情怀 取静通幽处 禅房花木深 意境尤其静静 作者 常见 西元708年至765年 长安 金陕西省西安市人 唐玄宗开元15年进市 关须一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意지가 c topic 多在运营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